你们觉得这样有意思吗 你怎么能够爱上我的姐姐呢 这对姐妹爱上了同一个男人 可男人却只对温柔大方的姐姐心有独钟 看到林启正和姐姐在一起 邹月心里顿时一直难过 认为她是因为移植了姐夫的心脏 才喜欢上了姐姐 你不要以为你有了我姐夫的心脏 你就会成为我姐夫 我告诉你不可能 我姐永远爱的人 真是有我姐夫一个 邹月说完便哭着离开 回到家更是对着姐姐大发雷霆 正当她大吵大闹时 邹母走进了家门 她以为又是邹月在闹脾气 便将她数落一番 原本邹月就为爱不顾 现在看到妈妈也偏心姐姐 心里更加气愤 你以为你们那个叫做爱情 我告诉你 等有一天她从这个错觉中醒过来 倒是很苦的人一定是你 妹妹的话让邹宇彻眼难眠 她一遍遍看着离世男友浩然的照片 不禁怀疑自己对林启正的爱 是源于浩然的心脏 第二天 邹宇和林启正一起来到了浩然遇难的地方 在这里他们敞开心扉 对彼此说出了心里话 虽然两人是因为这颗心脏走到了一起 但他们知道自己已经爱上了对方 然而智林集团现在正面临着资金危机 林启正不得不接受父亲安排的联姻 而邹宇也要顾及妹妹的感受 因此他们之间的爱情注定没有结果 两人在这里做着最后的告别 从今天过后 他们之间将再无瓜葛 重新开始各自的人生 邹宇回去以后 看到邹宇摊坐在地上 旁边还散落着一堆空酒瓶 邹宇连忙上前把她扶起来 邹宇却突然发起了酒疯 看到妹妹痛苦不堪的模样 邹宇十分心疼 只好告诉邹宇 自己和林启正已经分手 林启正也接受了家族联姻 邹宇听到此话 瞬间止住了哭泣 并按下决心要抢到林启正 自邹宇和林启正分手后 两人再无联系 但毕竟邹宇是智林集团的法律顾问 在工作中 他们难免还会见面 为了将这段感情彻底断干净 他们都努力压抑着自己的情绪 尽量正常沟通 可仅仅坚持了三天 林启正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思念 主动找到了邹宇 你为什么还要来这儿 我今天晚上要不见到你会疯的 谁不努力再压抑自己的情感 在这短暂的几天里 他们都是一飞一鸟地数得过 每天度日如年 很是煎熬 林启正忍无可忍 上前直接稳住了邹宇 然而接下来的一番话 却让邹宇彻底失望 从我的情人 我知道你不是的 可是我实在是等不了了 在邹宇看来 如果真正爱一个人 是绝不会让对方偷偷摸摸地过日子 于是他打算和林启正 彻底断绝来往 不料两人相拥这一幕 刚好被回家的邹宇撞见 看到姐姐竟然还跟林启正在一起 心中顿时无比愤怒 当邹宇回到家后 邹宇扭头就回了卧室 邹宇见状 连忙追进房间 不知道妹妹为什么和自己生气 邹宇却不愿再和她说一句话 直接将邹宇赶了出去 自此以后 邹宇就彻底把姐姐视为自己的情敌 即便是在家里包顿饺子 也少不了对邹宇冷嘲热讽 姐我来帮你 省得你吃肉碗里的 看着锅里的 咱都不够吃 邹宇此刻也十分无奈 她知道妹妹心里一直不爽 但还是得处处哄不邹宇 为了不再和林启正有任何往来 邹宇主动向律所提出 辞去智林集团顾问一职 不料律所 刚和智林海南分公司 签了一个新项目 领导让他先替自己去把这个项目搞定 回来再说辞职的事 原本邹宇并不想去 担心和林启正再凑到一起 你就放心吧 是林启聪 听到对方是林启正的弟弟 邹宇才放下心来 答应了此事 然而冥冥之中自有天意 董事长不放心林启聪的办事效率 就临时换人 让林启正去了海南 结果当邹宇上了飞机以后才发现 跟他一起去海南对接项目的 居然是林启正 曾经两人一见面 就轻轻我我无话不说 如今却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 再次相遇 只能沉默一对 到了酒店 二人就开始了匆忙的工作 没有一丝工作之外的交流 即便是在酒桌上 两人全程也是一眼不发 旁边的男同事 一直对邹宇爱慕有加 看到他手上戴着戒指 便试探性地询问 是不是婚戒 这个是我一个朋友 送给我的纪念品 林启正听到此话 瞬间粗意大发 怀疑邹宇已经接受了 发小左辉的求婚 然而他并不知道 这枚戒指 其实是邹宇已逝的男友 浩然留下来的 就在这时 左辉突然给邹宇打了电话 邹宇拿着手机 走到门外包起了电话周 林启正此刻再也看不下去了 便独自来到外边 喝起了闷酒 结果恰巧被邹宇看到 邹宇认为林启正 是在虐待自己的身体 就立马挂着电话 然后气冲冲地走上前 夺下他手里的酒杯 将酒直接倒掉 你身体很好吗 怎么了 见不得我造的 你前男友的心脏 两人当即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话里话外 都是满满的醋意 林启正见不得邹宇 戴上别人送的戒指 二话不说 就将那枚戒指拽了下来 以后能不能别戴 这么廉价的戒指 我拜托你回去 跟你的外婆夫说 买得起就买买不起别买 听到林启正如此嘲讽 邹宇顿时来了脾气 当场就回怼了过去 戒指抢回戒指 戴到了自己的手上 你不是嫌戒指丢人吧 你是嫌我丢人吧 嫌我给志玲丢人吧 没问题 工作结束 我明天就走 邹宇气愤地扭头就走 却被林启正 一把拽了回来 看着眼前 这个倔强的女人 林启正心里是又爱又恨 最后只能生气地离开 到了第二天 邹宇收拾好行李 就乘车返程 此时她仍在 为林启正昨天的话 而感到十分不爽 这时助理在一旁 为林启正说起了好话 声称老板每天早上 都会提前半小时 开着到绿色楼下的咖啡厅坐着 就为了你上班的时候 能看你一眼 这种感觉 我看着就兴奋 邹宇听闻瞬间不可置信 随后助理又说出很多 林启正默默为她做的事情 让邹宇顿时感到不已 约着她马上让司机 掉头回酒店 然后一下车 就四处寻找林启正 结果找了一圈发现 林启正居然坐在自己的房间 此刻两人 终于不再控制自己的感情 深情地拥抱在一起 原本满肚子的怨气 在这一刻 全部化成了最神圣的那三个字 就这样 相爱的两人 在这里 度过了一个甜蜜浪漫的假期 此时他们只想珍惜 当下的每一分每一秒 哪怕离开这里以后 他们还是不能在一起 也绝不后悔 这一天 两人像普通情侣一样 一起出海 手牵手在海边漫步 林启正还送给邹宇一枚戒指 上面刻下了 这个永生难忘的日子 但这枚戒指 却被做成了一条项链 今天我跟你戴上 不管发生任何事情 都别摘着她 好吗 邹宇开心地戴上了项链 林启正向她承诺 总有一天 会亲手把项链上的戒指摘下来 戴到她的手上 然而相聚的时光 总是很短暂 已经结束工作的二人 再次面临着分别 临走前 邹宇特意拿了林启正的衬衣 想要留作纪念 希望回去以后 一切都是新的开始 我爱你 从来没有见过一对情人 一边说我爱你 一边说要分开的 邹宇也同样回应了林启正 随后就大步离开 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林启正刚一到家 林副和江心尧 就同时收到了他和邹宇 在海边的亲密照片 林副顿时大发雷霆 立马花高价 买下了那些照片 并盯住林启正 赶紧跟江心尧结婚 省了夜长梦多 然而林启正此刻 已经下定决心 要跟邹宇在一起 于是就向父亲 提出要退婚 林副也知道儿子的心 根本不在江心尧的身上 可集团现在面临着 严重的资金危机 所以只能劝他 为大局着想 林启正见父亲这边说不通 只好亲自去了江家 打算退婚 然而江心尧一眼就看出 他此情的目的 联邦借口有事 要出门 林启正只能作罢 随后 江心尧把邹宇 约到了咖啡厅 他知道邹宇 也一直喜欢林启正 于是就把林启正 和邹宇的照片 拿出来递给了邹宇 当邹宇看到照片后 顿时气不打一出来 不等江心尧开口 就怒气冲冲地 跑到律所 找到邹宇 上来就是一顿大骂 别人还没见过 你就把命运给先度了 你可以啊你 邹宇看到照片以后 瞬间无比震惊 联邦询问照片 是从哪里来的 而邹宇此时恨透了姐姐 认定邹宇 一而再再而三地 欺骗自己 悲愤之下 就跑了出去 晚上 邹宇做了噩梦 当他一睁开眼发现 邹宇竟坐在自己床边 月月你干什么 三更半夜的 你吓死我了 邹宇阴阳怪气地 告诉姐姐 林启正下个月 就要和江心尧结婚了 让邹宇趁早死心 并发誓 自己一定会拆散他们 比起林启正的背叛 我更痛恨你 我死都不会 让你们再一次 第二天 林启正一大早 就跟邹宇打了电话 可一直无人接听 这时邹宇突然走进来 告诉林启正 今天是浩然的忌日 姐姐一大早就上山了 昨天晚上 我姐想到浩然的时候 还哭了一整晚呢 半夜 还叫她的名字呢 邹宇告诉林启正 姐姐肯定是把她 当成了浩然 所以才会和她在一起 林启正听完 顿时很是失落 下班后 就来到了邹宇家楼下 想和她见一面 然而邹宇此时 正在厨房做饭 手机留在了客厅的桌子上 所以并没有听到 信息铃声 结果让邹宇 钻了个空子 女孩把姐姐的手机 偷了过来 删掉了姐姐男友 发来的消息 接着以姐姐的名义 和林启正提出了分手 随后邹宇拿着姐姐的手机 来到朋友的手机维修店 让朋友在姐姐的手机上 做了手脚 依次来控制邹宇 和林启正的通讯 随后邹宇便以林启正的名义 给邹宇发了分手短信 既然你态度这么坚决 那以后就不要再联络了 也请你别再给我打电话 而另一边的林启正 跟邹宇打了无数次电话 却总是打不通 无奈之下 只能亲自找上门 结果被邹宇拒至门外 正正姐姐不想再见到他 让他马上离开 林启正顿时心灰意冷 晚上和弟弟林启聪 一起去了酒吧 他告诉林启聪 自己给邹宇打了两天的电话 都一直打不通 林启聪一听 拿出自己的手机 就给邹宇打了电话 结果却打通了 此时的林启正才意识到 自己被邹宇拉进了黑名单 于是第二天就找到邹宇 质问他为什么要把自己拉黑 还发出那样绝情的短信 而邹宇此刻也十分恼火 埋怨林启正三天没有 跟自己联系过 还说分手就分手 你把我的电话拉进黑名单 你这算怎么回事 什么黑名单 两人说的前言不搭后语 邹宇为了证明 是林启正先提出的分手 就立马拿出手机给他看 结果豪小不巧 邹宇竟再次发来了短信 两人瞬间察觉出 此事有人捣乱 至于那个人不用猜都知道 肯定就是邹宇 随后林启正气愤地回到公司 邹宇感到很不放心 也一挤跟了过去 林启正回拨了发信息的号码 果不其然 邹宇的电话立马响了起来 您早接 您怎么回来了 电话响 怎么不接 邹宇只能无奈接起电话 不料刚一开口 就全部暴露 为了维护邹宇的面子 林启正把他叫到了办公室 告诉邹宇 自己喜欢的人是邹宇 让他不要再来打扰自己 没想到被拆穿的邹宇 不但不悔改 还理直气壮地说 是他先喜欢的林启正 谁都不能把他的男人抢走 林启正顿时很无语 爱情又不是在餐厅等位置 谁来得早就是谁的 可邹宇根本不听他说那么多 你不喜欢他 你不喜欢他 是你的心 喜欢他 看到邹宇已经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 林启正十分抓狂 他实在无法忍受邹宇的捉弄 最后只能劝邹宇主动递交辞呈 邹宇一听 瞬间恼羞成怒 回到家后 便把心里的所有怨气 全都发到了网上 并添油加醋地 说他被林启正玩弄了感情 帖子一发布 顿时上着热搜 网友们纷纷为邹宇打抱不平 也有人说 他无凭无据 信口雌黄 但还有一些看热闹不嫌世大的人 居然怂恿他 把照片发到网上 就这样 林启正一夜之间 就成了众人议论的焦点 为此公司合作方 也中断了和志林的合作 邹宇得知此事后 愤怒地冲回家警告邹宇 不要再继续捣乱 但邹宇却不以为然 为了让大家相信自己说的是事实 邹宇想尽办法 要跟林启正单独见上一面 于是他就跟林启正打了电话 说要当面解决此事 林启正听完 只能前去咖啡厅赴约 两人一见面 邹宇就假惊惊地跟他道歉 然后谎称自己要离开这里 想跟他做个最后的道别 但临走前 却提出了一个无理的要求 你就亲我一下脸颊而已 你放心 我会把微博那些东西都删了 并且告诉他们 是我乱说的好不好 林启正实在拿他没有办法 只好无奈地给了他一个拥抱 随后就匆匆离开 殊不知 邹宇早就在旁边的花盆里 提前藏好了一个摄像头 将两人拥抱的画面 拍得一清二楚 晚上一回到家 邹宇就把照片放到了网上 果不其然 照片再次引起了轩然大波 连僵士集团的董事长 都看到了此事 当即要跟林启正解除婚约 并撤了所有对智林的投资 这下是彻底惹怒了林启正 他连忙来到邹宇家楼下 想让邹宇说服邹宇 澄清此事 然而邹宇害怕自己和林启正见面 会更加激怒妹妹 所以拒绝了此次见面 不料偏执的邹宇 竟以为林启正是来找自己 于是激动地要下楼去找林启正 邹宇和母亲见状 直接将这拦下来 并锁进了房间 可邹宇仍然不死心 当他听到林启正 车子离开的声音时 便直接选择了跳窗而逃 他一口气跑到了林启正家楼下 扯着嗓子大声表白 林启正 我爱你 我永远都爱你 这时邹宇乘车追了过来 拉着妹妹劝他离开 可无论怎么说 邹宇都不肯走 随后林启正气冲冲地走了过来 此刻他一忍无可忍 不想再放纵邹宇 于是当面将他狠狠地责骂了一顿 邹宇听完彻底崩溃了 他不明白自己和姐姐差在哪里 为什么林启正只喜欢邹宇 此时他已经完全失去了理智 向天诅咒 林启正和邹宇的爱情 得不到好结果 然后转身痛苦地跑走 不料刚跑出没几步 邹宇就被迎面而来的一辆汽车 撞倒在地 看到邹宇被撞 两人连忙将他送到医院 经过医生的抢救 虽然邹宇保住了性命 可他的脑部受损严重 以后很可能成为植物人 那么邹宇究竟能不能醒来 邹宇和林启正又能否在一起 点赞加关注 某个下期再告诉你